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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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未有Smile Pro之前 病人要望着綠色燈 把手機拉起來 壓著眼睛,然後捉住它 這樣 接著你絕實了 你準備好了 你做的激缸 切那塊片 上高一塊 下低一切 這樣 旁邊的傷口 要大概25秒 這樣 時間比較久 聽起來25秒很快 但其實如果25秒的時間 你怕病人會出事 25秒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我也跟病人講過問 做完手術 你痛不痛 差不多九成九都不痛 因為傷口很小 這樣 你最害怕的是什麼 差不多九成都說 我害怕看錯 看不到綠燈 或者我害怕做一下 那時候要動 我看不到那個燈 我們做那個散缸 對那個軸 還有一件事 對對中間的位置 待會我又要解釋給你聽 對對的位置 是靠醫生的經驗 接著 做過散缸 那時候 以前也是大約 吸到那個位置 就對了 現在不是 它是絕了之後 可以調整機 去到準確 你記錄那個位置 所以現在 變得精準了很多 它打幾千個氣泡 一個圈 切了一層 然後再上來 另一層 打幾千個氣泡 變成一塊薄片 中間口 旁邊薄 所以 你接著 再打一個箱 一個箱口 在這裡 所以箱口很小 大約四個毫米 進去分離了之後 就拿了一塊東西出來 最好處是 沒有焗的蓋 因為之前 以前 一半飛給我們 要把蓋上去 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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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 你有一個蓋在這裡 你的蓋 雖然是鎖緊了 但你真的十年後 撞到它 也有機會移動 但這個 你就完全沒有這個擔憂了 有些人玩接觸性運動 玩拳擊 那些 我們都不用擔心 以前我們做手術 都害怕 雖然很少 幾萬個都沒有一個 撞到會移動 因為其他人都很小心 但始終都是有這樣的風險 現在很漂亮 沒有一個傷口 有一個小傷口 因為兩天已經好了 其實幾個小時已經好了 而且傷口又小 又沒那麼痛 所以現在 Smile是越來越普遍 越多人越來多人 但Smile 舊的那些 散光做得不準 很難對那個軸 始終都是 零食的散光是做得更漂亮 但現在Smile 真的可以追上 第一代 這是十幾年前 因為十年前已經轉了第二代 那時候只做了一千度近視 第二代的激光 是一二五零度 一千二百五十度 第三代是一樣 散光一向都可以做五百 遠視還在研究中 那麼角膜呢 他那時候呢 第一第二代是沒有 那個定位功能的 又沒有那個軸 又沒有那個居中性的功能 那他還有呢 他部機呢 是快很多 以前是二百五十個Hz 第一代 第二代呢 五百個Hz 已經快一倍了 當他二百五十Hz 那時候呢 他要一分鐘做這個手術 成分鐘都很久了 現在呢 即第二代呢 就是二十五秒而已 但最新的Smile Pro呢 它是兩個MHz 是快這個呢 四倍 好 這個是Pro 你可以見到它動得很快的 切第一塊片 第二塊片 跟著這個做個小切口 讓我們去分離拿出來的 完 你看看 這裡 還在做一半左右 很慢 那你怕什麼呢 就怕你做的時候 那個病緊張 動 或者他的眼睛動 歪了 或者呢 他動得太厲害 整個 我們吸住眼睛 我們叫做失吸 Loss Suction 還有呢 我們發現呢 大部分的眼球 偏偽 或者 失吸 是多數都是切割尾聲的 OK 因為你可以想像 我緊張 我是動呢 我一開始動的時候 它不是太厲害 但是動多一點 它就失吸了 所以你是動多一點 失吸的那個時刻 一定是尾聲的 不是一開始 就是一開始脫了 就再絕過再做 是不是 不在前面 前面當然前面已經脫了 所以無論它脫了 都是尾聲的 那段時間 所以你的時間 越短 你眼睛歪的 機率少很多 甚至它在動 也未去到失吸的位置 那失吸有什麼問題呢 你失吸了 你如果撤了 你就要等三個月後 再做 他呢 有一個文獻19年的 他有282隻眼 他有6.38% 100個有6個失吸 OK 這個另一個文獻呢 是很多張paper 幾十張paper 很多的research paper 那些醫生呢 即是不同的paper 有不同的percentage 失吸的 最厲害的是0.17% OK 最差的是0.93% 即是100個有1個失吸 OK 失吸 這樣呢 這個是第一、第二代的pation 好了 現在我們smilepro 我們這裡看了879隻眼 OK 800差不多900隻眼 有1隻眼 失吸 OK 這個就是第三代 0.11% 比這些畫質 這個6% 這個安全度 60倍 這個失吸了 是手術尾 24秒 其實已經做完了 他做完了才脫掉 OK 所以根本這個人呢 等於是沒有失吸 好了 現在你的飛秒時間呢 由25秒縮至10秒了 好像我說 會降低病人的焦慮 不用怕 怕少一倍 好嗎 減低眼球 偏偏的風險 以及那個失吸 減低病人的風險 好了 另一個呢 就是說中視軸的輔助 Centration Assistance 和散光軸導航定位功能 OK 變成呢 你散光的效果 和精準度會好很多 我會和你分享我們的文獻 即我們的研究 好嗎 那我再講一講這個中視軸 為何我們要做 要居中性好呢 為何我們最好是可以 treat到 是對的位置來treat呢 理由是這樣的 這裏是一個眼球 這裏是角膜 這裏是個瞳孔 OK 這樣呢 如果你要看眼球的瞳孔中央位置呢 這裏就叫做瞳孔軸位中間 但我們第一第二代呢 我們基本上就是去瞳孔中間那裏 因為它沒有那個 中軸的輔助 那我們的Puple Center 是做的 OK 這樣呢 但其實呢 還有這個比較複雜一點 這裏有一點的 叫做角膜頂點 當我們看咪下去的時候 有個光照下去的 光照下去呢 角膜那裏呢 是有一個反光的 有一個 什麼是反光的 照燈落水都會反光的 有一個影的 那個影呢 就是我們叫做角膜頂點 那我們一開始呢 就全部都是瞳孔中間的 但我們後來發現呢 其實角膜頂點是 好過瞳孔中間 OK 但其實呢 我們再做一個研究 我會再分享給你 就是呢 其實我們那個注視點 那個視線 我們看那個右的燈 去到我黃斑中間那個 角膜那個位呢 其實是這裏兩個的中間 又不是這個 又不是這個 很多文獻 顯示了呢 你如果是做100% 即是角膜頂點 100% 由這裏來這裏 是當100% 它是好過你在角膜 的圖孔中心做的 好過在圖孔中心做的 結果一定是好一點的 但是我們就說呢 不是啊 因為人家說呢 你這個視線 不是這個頂點的位置 OK 是應該大概八成的位置 所以我們16年 就發表了一張文章 我們做了兩個定位方法 一個呢 是八成 OK 這個綠色那個 八成 銅孔 即是銅孔去那個頂點那裏 八成 或者我們直接做一個頂點 那我如果是做完之後 這個病人出來是沒有散肝的 做完之後沒有了 一滴都沒有的 有四乘三 在八成那個位置做呢 是沒有到數 但如果你是做100%呢 是三乘二 OK 是三乘二 OK 所以呢 明顯是好過它的 你這裏有一個 P-Value 即是 Statical Significance 好過0.05 就好 所以它是有的 OK 0.039 所以它是 就是那個叫做 統計性 是有個差異的 好嗎 是有Statical Significance 好 你看看 如果我們散肝是做到75度以內 75度或者說以內 我們基本上是100分的 只不過是0度的100分 是會好一點的100分 100加 這個呢 可能是100減 但也有100分 因為基本上你都是 不用打眼鏡的 如果是75度以下 你可以看 如果100%是9乘3.9 但是如果是80% 是9乘9已經去到75 在75 以下 所以那個位置是很重要的 你打得對 你做散肝會漂亮很多 你看看 這個呢 一個十字架 中間有個圈 這個圈 它是會有顏色出來的 OK 一會兒我會展示 你會看看 它如果這個圈是黃色 紅色呢 你就是500個微米內 即是你的視線 那個位置 你應該騙出那個位置 如果是黃色的 如果去到綠色呢 你就是300個毫米 微米以內 微米 300個微米 micron OK 如果你是去到藍色呢 你就是100以內 對 OK 好嗎 所以呢 接下來呢 我再會做給你看 我們在角膜裡做個記號 其實這個記號在這裡 所以呢 如果這個舊肌呢 我們已經是不准的 而且你不能教的 你會見到這個軸在這裡 而我是可以拙了之後 我去另一個按鈕 去拿那個軸 拿去那個位置 准那個位置 OK 以前是沒有這件事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沒有這件事之前 我們是差了10度的 那10度好像我說 600度呢 你就是33% 他做完之後 還有200度 綠色燈 差點掉了病體的 你可以看到開戰 有黃 有藍 有綠 好嗎 他差不多是藍 我們就知道對 那我們就拙著眼睛 塞住了 那這裡有條線 這就是散光軸 我就轉這個軸 然後就配合這個位置 我會再跟你講問 這個激光 我不是說10秒 其實快4倍 是6秒應該做完 為什麼我們要10秒呢 那這個呢 就因為我們打氣泡可以密很多 那我又跟你解釋一下 這個呢 舊式那些 就比較粗疏一點的 它打一個氣泡 它是兩個裏邊下去 當它是兩個裏邊 它在某個位置 它的裏邊會撞 一撞它就會變成一個氣泡 好像一個小的爆炸 很小的 變成一個氣泡 你靠氣泡來分離角膜 這塊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可以切得密很多 給你看看這個 現在呢 就是因為 譬如我500度 我要1000個氣泡 以前第一代呢 我一分鐘才做到 好了 第二代是快一倍 所以我其實 25秒就搞定了 都是1000下 如果我都是1000下 現在第三代呢 是快四倍 那我就六秒搞定了 現在是快第二代四倍 但是第一代 還有很多 八倍 好了 那我1000下 我六秒可以搞定 六秒 咦 那我十秒我都可以 怎樣呢 我就做多些Laser 打多些Bubble 做密一點 所以我向病人解釋 你好像我一把 切壽司那樣 我一把很挖的刀 切到出來 當然是煤煤爛爛不靚 我一把刀是很利的 那你做出來的手術 Quality的質量呢 就漂亮很多了 OK 我們2021年9月 到23年2月 我們做了這段時間 手術時間 有159個人 303隻眼 我們其實做了1000隻 但不是個個都乖乖地 三個月回來 這些我是要有三個月的Follow up 18至38歲 朔前最淺的度數是100度 最深的是1025度 這樣我們還有呢 我們就看了高散崗的人 是200至450 什麼是100分之力 這個就是 2020是什麼來的呢 你個個都做過這個測試的了 你配眼鏡 測試力 那什麼叫做2020呢 2020 即是這行字 即是一個人 他是沒有近時沒有散光 或者他是戴足眼鏡 戴足看的 他僅僅在20尺 是看到這行字 那什麼叫做2040呢 2040就是這行字 其實不是大很多的 OK 就是玩呢 2020那個人 在40尺已經看到這行字了 OK 但你要走到馬去20尺才看到 所以你的視力呢 就是2040了 那這個100好語了 人家100尺已經看到 你要走到馬去20尺才看到 那為什麼我說這個2040呢 因為 運輸處視力要求 是要2040 如果 你去驗眼 他會測試你的視力的 如果你不戴眼鏡 不戴階 沒有東西輔助下 你看到這行字 你的車牌 是不需要戴眼鏡戴階的 這個是手術後 做了之後 是裸眼視力 即是你沒有戴眼鏡 沒有階的 或者沒有眼鏡矯正視下的視力 我們可以9乘6 達到100分 OK 9乘6 然後呢 我們100% 2025 不用去到2040 戴小小的字 我們已經全部看到了 但是你不要緊 你2025 你都不用戴眼鏡了 金杯上 OK 你都看得很好 好了 那個近視的度數 是9乘4 在75度以內 基本上你都有100分自力 還有散光 這個是散光的度數 OK 這樣呢 Smile Pro 是這裡 OK Smile 是綠色的這裡 你可以見到 Smile Pro 3乘3 是0度 做完之後 什麼散光都沒有了 但是Smile 第一 第二代 是2乘半 如果你說到75度以內 是9乘8 Smile Pro Smile 是9乘4 都不差 但是呢 它就好 4% 那麼 這個高度散光呢 它就是9乘1 才有20 20 那個深散光 那些 OK 但是如果所有 都有深淺散光的那些 連上沒有散光 就是9乘6 的 OK 如果中至高度散光呢 那個矯視呢 好像那個 近視呢 大概89% 75度以內 OK 7乘2 是可以有50度以內 就是了 好嗎 這些是講深散光的 那你又去比較呢 Smile Pro 和Smile 呢 91% 是75度以內 散光 OK Smile呢 86% 它是好5% 如果你看這裏呢 這裏呢 好它3% 如果是0度 全部都是好些 尤其是50度以內 更明顯 一個60% 一個是80% 就明顯它做散光是好的 OK 好了 所以總結了 OK 現在我們引入第三代 Smile Pro 那麼我們其實 亞洲第一間 第一間醫院是有 第一個中心 OK 這個不是醫院來的 第一個中心是有這個 Technology 當我們有的時候 全世界只有四部 OK 所以呢 我們都很榮幸 這麼快是有這個 這個 我已經做了差不多 五百多個病人 差不多過千隻眼睛 激光10秒搞定 減低了眼球偏位 基本上是沒有 我們 沒有眼球偏位 膝蓋風險 只有一隻 好嗎 手續過程會輕鬆很多 好嗎 沒有那麼大壓力 好嗎 這樣呢 我們又有新增的中視軸 Sentration 即是拿爪位 和那個散光軸的導航定位 所以更加精準做散光 做散光 和視力 overall都好些 中度高做散光是特別好 那麼手術安全 又精準 還有因為角膜 現在很容易分離 那麼變了 你那個創傷力 是少很多了 你可不可以 你不可以 做散光 你又不可以 為了 你不可以 知道嗎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